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老何刷三观 用科学来解读问题 今天就回应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到底下潮是不是存在 今天我们先要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哲学 就是说下潮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你要明确它存在不存在之前 你首先要明确它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王朝是什么样的概念 什么叫王朝 如果是一个城邦能不能算王朝 如果是有一个地方有人员聚集 或者说有一个聚落能不能算王朝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一个东西的 外在的表现和它的那个概念之间 是有一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就是说很早就被人提过 比如说这个古代呢 我们就说行明之说 就是明不正言不顺嘛 这明和这个行啊 是要有有一个所谓的对应关系的 这个庄子里就说呀 分手以明而行明赐之 郭相助就是得分而物物之名 各当其行也 就是说你这个意思啊 就是要分开 就是要分类是吧 你这个分的这个类啊 要和这个他的 他的这个形形式是要相匹配的 这个问题到后来呢 也就是呃 哲学家呢 就非常喜欢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休默就说呀 这个即使最简单的这个判断呢 也存在这个所谓的形象啊 印象和概念的问题 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 苹果啊 首先我的印象是一个红色的果子啊 原色的果子啊 那我说啊 这是苹果啊 那我的印象里就把它对应成苹果啊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呢 它是有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的啊 这是最简单的印象 就是我看到了 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把它怎么样呢 呃 从计算机的语言上 他把它分类啊 分类到 我们看到一个红色的果子啊 我们说啊 他应该分到这个苹果这一类啊 我们有时候就有 当然我们有时候就会分类分类 这个会产生错觉 比如说有的有一种梨 就是那叫什么 我们叫黄冠梨啊 什么的 它是长得非常像苹果的梨啊 那这是苹果还是梨呢 当然我们吃起来还是梨味 他就说 哎 这时候我们会有点错觉 哎 这是梨还是苹果呀 啊 这就是会产生了一个疑问 我们在界定一个物体存在之前呢 前要搞清楚它的基本的这个特征 基本的概念 我们说下朝 我如果称为一种文明的话呢 它是不是应该有 我们称为的三大件啊 我们称为就这个文字 青铜 国家形式啊 其中文字是肯定没有啊 国家形式呢 在我们之前看到的二里港 二里头里呢 也不能说国家形式一致存在啊 因为没有证据说 它已经有一个国王啊 或神庙这样的东西存在 我们怎么能判定它有国家形式呢 啊 它有城市呢 它甚至说我们可以认为 这城市是一种 就是这种堡垒性质的啊 堡垒性质 那我们可以再往上填体 我们可以认为 苏美尔最早的城市出现了 文明就出现了吗 啊 这就是问题了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要认为说 它 有这个城市呢 甚至未必就有这个国家 我们提到国家起源的时候 就提到 在农业革命以后呢 这个 作为集体的这种 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社会需求 就是怎么样 保卫这个 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果实 就把粮食呢 保卫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陕北的这个时髦呢 它会把这个城市建到山顶上 这是非常不利于这个交易的 都对我来跟你做个生意 多费劲 要爬到山顶 但是非常有利于怎么样呢 防守 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 建到山顶呢 我的粮食放到那个地方 我最安全 就我们这个氏族 我们这个 这个联邦 或者就氏族联盟的这个 人员呢 得到最好的保障 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当然这个 它可能会有一些 头领啊 什么会产生 但是能不能说 这个时候就有国家呢 还不是特别确定 这边有这个所谓形式的话 还是缺那个 所谓的文字的出现 啊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 说我能不能改一改标准啊 有个学家就有 有一个 呃 非常知名的 这个 这个历史学家就认为啊 不能这么 身边印套 那这个应该 比如说印加就没有文字 我们应该承认它是文明 怎么能不能说了很多 所以说呢 我我们如果要认为 把这个概念扩大以后来认为的话 那跟我们之前的这个 想象也是不一样的呀 而且如果作为一个这个 呃 对事物的认知呢 我们会就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是一个王朝 什么是文明 什么是红色 什么是绿色 实际上呢 都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的 对我们只是一个基本要求 如果你再把这个基本要求都要移一下的话呢 那就非常好玩了 比如说啊 哎 有一天有一个人拿了一个黄色的柠檬 说这是红色 你会不会认可呢 哎 你说不对 这是红色呢 说你看 这个 那橘子 就是红的 他拿了个比较偏红的橘子 啊 跟你说 哎呀 这个是不是 那也勉强算吧 啊 也算红色了 啊 橘红啊 也算橘红啊 那过两天呢 拿了一个就更黄一点的橘子来说 你看这个橘子 你刚上回说那个算红 那这这这也算红吧 啊 啊 拿了一个这个这个叫我们日常市的这个广杆啊 这个这个旗城来说啊 这也算红色 啊 那你看你上回算了旗城算红色了 那我今天拿个柠檬 你看他跟那个柠檬也就浅了一点 那是不是橘红色啊 你说是橘红色 过两天啊 那柠檬是不是红色 你说是柠檬就是红色 如果我们这样的标准来修改的这个标准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概念和印象之间都会乱了 所以夏朝的原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就跟让你认为柠檬是一个红色的柠檬一样 它是这么荒的 它慢慢的在改你的标准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文明扩大化 那我们说是全世界都有文明啊 有人就有文明 那什么有什么问题呢 那当然文明有200万年啊 你不说文明 这不正确啊 非洲的人不是人吗 你凭啥让200年前 我们的祖先不是人 不是文明呢 200万年的非洲直立人 那会凭什么说直立人没有文明吗 你不是歧视直立人吗 这非常的滑稽 对不对 如果 还有说了 现在没有证据 不等于以后没有证据啊 未来还有东西可能被发现啊 你能保证哪一天突然发现一个啊 像秦始皇陵一样 这个震惊中外的这个发现 谁能给保证啊 但是如果没有就可以的话呢 那什么事不可以呢 那你去去这个商店买东西说 我现在没有钱 我先拿走 他说不行 那你你能保证我明天不还给你钱吗 谁能保证啊 对不对 这是基本的问题啊 所以如果这套说辞都能够被接受 而且被获得数千数万的这个点赞的话 那我们就觉得那些点赞的人 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啊 再举一个这个例子说 某地一位女医生呢 就是说某个比较偏僻 偏僻的三村呢 需要招聘一个女医生啊 这个给这个村民呢 做一个日常的这个类似 声明这个保健啊 这个基本的医疗服务 当然了这个女医生呢 招聘的时候是要有条件了 比如要求呢 大学本科相应的专业学历 还有呢 有一定的这个这个临床的经验啊 给病人看过病吧 你起码对不对 平常就完成这个基本的这个医疗工作的这个流程啊 要很熟悉 后来呢 就招了一瓶这个 从外呢 从这个外边呢 招了一名这个女医生进来 这时候呢 这个村口的王奶奶就不愿意了 说我闺女长得又漂亮 人又勤快 心地又善良 凭啥不让自己的闺女当这个女医生呢 那这个负责招聘的这个人员就感觉一头雾水啊 说您您老这个您闺女第一呢 是没有这个大学本科学历啊 那王奶奶就说我闺女是高中的三好学生啊 品学兼优啊 你凭什么说她未来不能上这个好大学啊 以后说不定就上很好的这个 医科大学啊 那那就跟说 你能保证哪天不会发现一个下代的这个考古奇迹一样吗 谁能保证啊 当然没人保证 但是我们说招聘的人会会理他吗 当然不能 还有呢 这招聘人又说了 说你看啊 这个我们招的这个女大夫呢 给这个很多人看过病 有一定有几年的工作经验 您闺女这好家伙高中毕业 是吧 在外头 打了那么多年工 是吧 都跟这个医疗呢 完全没有关系 是吧 王奶奶又急啊 说 现在没有经验 不等于未来没有经验 你让他看病 看几年不就有经验了吗 你更不能说以后不能把别人的病看好啊 是不是 如果按王奶奶这套说辞是不是和我们所谓的下朝要承认的这个一些理论是不是也非常接近啊 没有证据不等于未来没证据啊 没有条件未必以后不会发生啊 可能性是多少他不给你谈啊 太阳明天从西边升起来的可能有万亿分之一呢 那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他从来不给你谈起来 那如果有一个人说 那明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咋办呢 你是不是要改改变一下明天的计划呢 你会理他吗 当然是不会啊 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历史呢 是体现于对我们一个认识啊 认识和这个 对过去事情的一个判断的一个综合的训练啊 如果呢那些这个 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没有证据 不代表未来没有证据 你还要相信他的话呢 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好不好 这里是老何刷三观 用科学来解读历史 欢迎大家呢 持续关注 好 再见